然后反正 现在我们live了吗 现在live的话只要 就是直接在mite里面说话 我们那边是收得到音的 对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在我们夜 933的FB live的话 看到的这位女生就是柯明君 耶 你可以说话 不要害羞 因为等一下在我们的空中 当然在FB live 也会继续这个访问 而且会为我们送上 第二张专辑的歌曲 是的 对 然后今天自己也带了木吉他 我非常期待 等一下可以听到现场版 所以希望所有朋友 如果在看这个FB live的话 可以点赞 也可以分享出去 就在这首歌 以及商业资讯之后 9点21分为你送上了 Karen莫文蔚的歌曲 当你老了 如果大家有问题 也可以直接留言来问一问 因为我们都看得到 要这么多钱 对 你也听得到 有些预事用品 设计精致 品质又好 你看 哇 高达70%折扣 而且指定商品 还以批发价出售 快到Chinese South Pukimera Wubi和Jurong的 Bathroom Warehouse 低价格 高品质 一切尽在 BathroomWarehouse.com 高品质 低价格 居在Bathroom Warehouse 奢华的火车之旅 十三个陌生人 一起离奇命案 每个人都有作案的嫌疑 谁才是真凶 The man was rummating around like I didn't do it I didn't kill him 明大侦探 迅速获解谜团 再编次畅销作家 Angelo Christie的作品 Kenna Brenner Johnny Depp Michelle Pfeiffer Judy Dench主演 东方快车 谋杀案 Murder on the Orange Express 11月30号 找出真相 要来了 933是 一上电影的 宣传电台 和自己的独处 只有黑夜的明白 Yes 933 夜夜不打烊 Yes 933 夜夜不打烊 你好 我是玫瑰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Yes 933 应该就看到 我们已经有这个 FB Live了 然后呢 看到这位身穿白衣 拿着木吉 她的女生 就是柯敏勋 Hello 大家好 对 可能大家都 比较不熟悉柯敏勋 但是我觉得 尤其今年 我比较认识你 那是因为你唱了这个 红衣小女孩2的 那首歌曲 光海 对 然后整个歌搭配那部戏 还蛮诡异的感觉 所以 今天当然来到空中 是因为要和我们分享 自己今年刚发行的 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然后这张专辑里面 其实收录了12首歌曲 蛮多的 那这一次的 这整个专辑的方向 是什么样的呢 好 我觉得宁静 有时候也是一股力量 因为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Don't make a sound 不能发出声音 整张专辑里面唱的 第一句歌词就是 不能发出声音 眼睛里面有星星 我在这个世界的小角落里面 听你的声音 默默的发出声音 其实还蛮讽刺性的嘛 就是听歌本来就是要发出声音的 可是你的专辑却叫做 不要发出声音 不能发出声音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是就是 自己内心的那股声音吧 有时候会因为外在的因素 压抑你自己想要讲的话 你想要表达的事情 或者是你看这世界的角度 可是心里面的声音 永远是最纯粹的 是没有办法被抹灭的 所以我觉得那股不能发出声音 其实是在说 安静的力量其实很壮大 安静可以让你听见自己 安静可以让你听见这世界上面 有更多更多小角落的声音 其实很多人都会害怕安静 像是有时候就算待在房间里面 然后把空调关掉之后 那种安静都会让你自己觉得 耳边会有这个音音作响的声音 你不会觉得吗 就是安静其实有一些人 就是不习惯太安静的这个环境 所以对你来说OK 我觉得这世界上面 真的是各个小角落都 到处都有声音 到处都有光亮 随时都有灯火通明 但我真的有去到过一个地方 是个大自然 它没有风声 没有空气的声音 就是完全的一片silence 所以我想要把我 所感动到的那个部分 因为我在那个空间里面 我抬头一看就是一望无际的星星 所以我很希望 我所接受到的那份感动 来自于大自然 我很想要把它放到专辑里面 让大家知道 宁静的力量是什么 OK 那刚刚其实有说到 这张专辑当中 一共有12首歌曲 有没有哪一首歌是 柯品逊你自己最喜欢的呢 这个问题 好吧 如果说要现在的心情 跟现在的感觉 跟现在的感觉 我很想要 我很喜欢 引起猫的注意 引起猫的注意 我有听这首歌 我也有看那个MV MV就是很多 就是有一个灯光 可是就有很多 黑暗的角落这样子 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呢 歌词是这样子的 它这是一个破体法 不能发出声音 眼睛里面有星星 我在这个世界的小角落 怎么呼吸 引起猫的注意 你的游戏 慢速的人参与 虽然有一点失忆 但是我觉得这很像 我看这个世界的角度跟态度 就是 这世界上有太多声音 可是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有一片天空 可以让自己 一望无际的自由呢 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你只要慢慢的调节 你自己的呼吸 一吸一吐 一吸一吐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天空 找到自己的速度 OK 所以是这一首歌 想要呈现的一个感觉 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的 933直播室 而且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当然也准备了一首 要为我们演唱的歌曲 这首歌叫做 田村与我 那田村是谁呢 田村 有一位 书里面的主人翁 他叫做田村卡夫卡 他来自于 村上春树写的一本书 叫做海边的卡夫卡 然后 我在阅读那一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 我好像找到了我的 同类 田村卡夫卡 他是 他在描述 他是这世界上 这地表上面 最坚强的 15岁的少年 我觉得 我自己就是啊 我觉得是 这地表上 最坚强的少女 然后我心里面 一直住着一个 15岁的少女 然后 无论现在 我长到了几岁 那个15岁的 田村卡夫卡 一直在我心里面 不断地鼓励我 不要害怕 如果你置身于 这团风暴里面 那你就 勇敢地闯进去吧 所以就和你产生了共鸣 对 才会写下 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 OK 这个时候呢 当然也要通过 我们的 yes933空众 以及我们的 FB live 来为我们演唱这一首 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田村与我 我穿越森林 打开黄色小木门 如果我是陛下 的少年 约定好歌唱 纪念旅行的句点 沉默地 看着太阳 慢慢升起 我穿越森林 我穿越森林 打开黄色小木门 如果我是陛下 如果我是陛下的少年 如果我是陛下的少年 约定好歌唱 纪念旅行的句点 沉默地 沉默地 看着太阳 慢慢升起 约定好歌唱 约定好歌唱 看着太阳 看着太阳 慢慢升起 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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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星星说晚安 舍不得 离开着太阳 离开着海岸 离开着海岸 终于海岸 喜带着海岸 很多年 归家 北海岸 花岸 一百岸 最幸运到 我还在想完了吗 就 没有没有 所以刚刚当然在空中 还有我们的FB Live 演唱的这首歌曲 就是天村与我 其中一个段落啦 因为原本的歌曲 更长一点点 对对对 OK很棒很好听 然后呢 在我们的FB方面呢 有看到这位朋友留言 Henry Ahn 很深啊 他说什么 宁静胜于安静 一为内心 二为环境 什么意思 就宁静是心里的一种状态 安静可能是环境的 环境的 嗯 他就这样子说 可能你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有Kenneth Kenneth给了好多大拇指 谢谢Kenneth 谢谢 也看到了Alan 你好 David说好好听的声音 谢谢 耶 然后Alan也说加油哦 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法的话 都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 来和我们说一说 我们的live要继续进行着吗 还是 可以吗 可以继续进行着 好 其实柯比萱今天来到空中会不会紧张 还是已经习惯做这些访问了 还是会紧张 但是像这个星期四的这个音乐会 就是自己也要主持 自己也要唱吗 还是 音乐会比较像是 完整的在讲一件事情 那在歌曲里面 或者是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反而 反而很自然 就会比较习惯一点点 会比较 对 会比较习惯一点 也觉得 也觉得歌曲好像在保护着我 OK好 我们等一下当然也要聊更多 因为其实 柯比萱这是来到新加坡呢 会 去到这个 Hood Bar & Cafe那里 就在 这个星期四 11月30号的时候 然后 从晚上七点钟 将会进行开场 会唱多久的时间 我们会是两个小时的 完整的Full Band的演唱会 所以你自己还是会 弹奏音乐乐器 对 我整场会弹奏乐器 不只有木吉他 还有钢琴 然后也会 把我在现实生活里面 搜集到的那些音效 在演唱会里面 也会播出 对 会播出 会玩一些结合 这样 好 很快的我们要回到空中 然后再来说一说 这次来到新加坡的音乐会 好 9点35分 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 是来自 Hebe田富珍的日常 虽然我们只是地球上 小红点 但小小的新加坡 也有各式各样的 看到这个身穿白衣 拿着木吉他的女生 就是柯敏轩 打声招呼吧 好 933分 大家好 你是柯敏轩 我是柯敏轩 I'm a C 对 对 对 刚刚呢 其实就为我们演唱了这首 甜村与我 然后 有朋友说 因为在广播听到这把声音 而来看FB Live 谢谢你 当然如果你们这个时候 在看着我们FB Live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点赞 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 当然这一次 柯敏轩来到新加坡 是第一次吗 是来第一次 来到新加坡 第一次在新加坡 发出声音 耶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和你印象中的新加坡 是一样的吗 我在来之前 很多朋友跟我说 新加坡有很多树 我一定会喜欢 没有错 这里的树都长得很胖 很好 对对对 就是在马路边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树 那这次来到新加坡 有没有特别想要去的地方 还是特别想要吃的美食呢 今天下午我吃过了 那个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但是刚刚有朋友推荐 我有可以吃肉骨茶 真的一定要 来到新加坡 都要吃肉骨茶 而且等一下 你放工之后 就可以去吃 因为有一些肉骨茶的店 是开到还蛮迟的 一定要去吃一吃 好啊 还有几天的时间 希望可以吃得到 是是是 然后当然这一次 其实在网络上呢 就有人说到说 如果没有看过 柯敏轩的Live 就不能够说 认识柯敏轩的音乐 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是因为你每一次 进行Live的音乐会 都会带上很不同的一些作品 是吗 应该是说 在Live的时候 跟录音室专辑的作品 可能是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 在专辑里面 你可能只是把声音 记录下来 是 可是你可能感觉不到 那样子的情绪跟画面 而且在演唱会的时候 有一些声音实验 是只有在现场 才可以被完成的 嗯 像是 我在演唱会的环节里面 其中有一首歌 我会用 旧式的卡带录音机 将Live的演出的声音 录制进去 你真的带了这个 录音机来 真的 我们每一场都有录 从台北开始作为起点 我们去到了 北京 上海 香港 日本 台东 很多地方 我们每一场都有做 这样子的卡带的记录 嗯 然后每一场的卡带 都有标明是在 什么时间点发生的 然后那首歌是什么 是 对 所以这次来到新加坡 也会就是播放 这个卡带里面的音乐 我们会录制卡带 会录制 录制我们现场的声音 把它收集到卡带里面 那听起来应该也会蛮复古的 是吧 对 我期待有一天 这些卡带可以被 想要听的人放进去 卡带收音机里面 按下play键 他可以听到 那一天 那个情景 那个空间 所发生的事情 整个氛围啦 嗯 很棒很棒 那这一次呢 其实啊 就在三天后 嗯 11月30号 也是11月的最后一天 其实就会在 Hood Bar and Cafe那里呢 进行这个音乐会 这一次来到新加坡 有没有就是 安排了什么 比较特别的 可以小小透露的 好 我们 我们 带了一把白色的吉他来 这把白色的吉他 它本来不是白色的 是你涂的 对 是我涂的 我有一天觉得 我想要一把白色吉他 所以我就涂了它 可是其实我是想要做一个声音的实验 嗯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白色吉他里面 放置了录音笔 哦 在吉他里面 然后我们挂在场域的某一个空间 你可以对着吉他里面讲话 嗯 讲什么呢 你可以说你所思念的人的名字 嗯 以及你所思念的话语 哦 所以就是你们会有这个指示 告诉他们要怎么做 对 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我也会做这个的示范 OK 嗯 所以这吉他不是要给你拿来弹奏的 不是 而是要来进行这个声音的录制 对 而且他有一天 这些所录制下来的 好几场好几种不同的语言 大世界的人们的所有的思念 我好期待有一天可以把它播放出来 哇 我觉得 你知道思念嘛 嗯 你有时候只是放在心里面 是 那你没有告诉那个人 所以只能把思念静静静的躺在心里 可是我觉得我想要借由这样子的行为 借由这样子的实验 可以让声音跟思念真的被传递出去 很棒耶 这样就代表说新加坡的观众可能就是你音乐创作作品 就是完成作品的其中一个部分 嗯 请跟我们一起就是make some noise 是 所以如果想要参与的话 或者是想要更直接的在现场听到柯敏薰的演唱 以及他可能带来比较特别的这个 和专辑当中演唱不同的方式的话 其实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四 11月30号就在Hood Bar & Cafe那里 是从6点30分就可以入场 然后7点钟会开始两个小时的这个音乐会 而且刚刚就有说到 你的整个live band都会来到现场 是 我们的是一个乐队这样 一个乐团 我有鼓手奠吉他手 然后bass手跟合成器手 然后我自己弹奏木吉他 然后歌曲都是第一张专辑游乐 跟第二张专辑不能发出声音的结合 所以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Don't make a sound tour Don't make a sound tour 对 OK 然后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上网到MISIKE 那是你的英文名字 对 MISIKE MISIKE.PTIX.COM PTIX的拼法是P-E-A-T-I-X.COM 今天来到空中 当然在你临走之前呢 还是要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是要演唱哪一首歌曲呢 我今天在新加坡机场下飞机以后 我感觉到新加坡的空气里面 有一点点潮湿的气味 对 我们这里就是潮湿 感觉是刚下过雨 然后有一股新的气息 然后我想要送给 YES933的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曲叫做 Falling Rainfall In Lo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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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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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现场一定会超棒 有机会一定要听 然后有人问说 你的歌曲是不是都没有这个歌词 没有啦 刚刚有歌词 没有可能听到比较多 那个哼唱的部分 有歌词的 然后有很多朋友也介绍 你在新加坡可以吃些什么东西 所以结束之后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留言 有人跟你说要吃印度煎饼 还有吃这个卤鸭鬼杂 我们这边叫鬼杂 你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大家可以继续收听着我们的广播 因为等一下通过空中 也会问出一道很简单的问题 刚刚其实柯敏轩也有提到 我们现在宣布出个问题 等一下我们在空中 回来的时候才问出问题 要送给你就是一对 这个能够在来临的星期四 去看音乐会的机会 对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 想要在这个星期四 如果就星期四晚上 没有安排活动的话 等一下一定要继续收听 但是在我们FB Live这个部分 可能要先结束 但是在结束之前 柯敏轩有什么话要和我们的 听众朋友说吗 933的朋友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你们的耳朵 然后希望有机会 可以在星期四 真实的见到大家 对 刚刚就有提到了 如果想要买票的话 等一下只送出一对吧 不可能每个人都赢得到 如果想要买票的话 可以上网到 misike.ptix.com ptix的评法是 p-e-a-t-i-x dot com 谢谢柯敏轩 谢谢和FB Live的朋友说 拜拜 要继续锁定收听 yes933 by bwd6 拜拜